哈囉 大家好 我是菲薇薩獎 我是薩獎的媽媽 今天要在薩獎去體驗傳蟲市場 對 今天竟然是換我媽媽當Youtuber 然後換我是被介紹的角色 然後聽說要跑八個市場爆買 對台灣市場的第一項就是 跑多活的街友 然後掛豬場子啊 就是都會看到圓形的動物的樣子 因為在日本是都看不到的 我的文化衝擊就非常的大 那今天我們要跑八個市場 旭湯的日文就叫做 那它有趕場啊 旭湯 旭湯的意思 然後走吧 你看我媽媽還超級周到的 為了今天她還準備包一台車子 然後準備跑八個市場 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走吧 我們到松江市場了 第一站是這個 好 請問老闆有什麼是推薦的嗎 推薦喔 那我跟妳推薦今年 因為今年是五年嘛 那我們就來介紹這顆虎掌 虎掌是什麼 老虎們虎掌喔 老虎的話馬上可能被抓到 它是取豬的膝蓋 我好像沒有聽過欸 這其實 對 因為這個的話 一般它是非常的稀少 就是一頭豬只有兩塊 有一個帥哥啊 他每次來就說 我要買 好醬好醬好醬 我問他 妳是妳說什麼 我去叫虎掌 我去叫虎掌 胸掌 膝蓋的日文叫做膝蓋 它是豬的膝蓋 我覺得日本人應該也都沒有吃 連台灣人都很少吃 整塊拿起來咬就好了 很Q 真的 妳吃吃看 妳吃吃看 欸 它的那個膠質 豬潭又有點入口即化 它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肥欸 它是瘦肉對不對 瘦肉加膠質的一種感覺 他說滷兩個小時的煮飯 以前我們做日本的時候 我媽媽也會煮那個 就是有放入這個 對啊 所以其實豬肝 這個在日本也是會吃的 嘿 到了 這邊有110年的歷史欸 難怪外面這麼有風情對不對 他們這邊外面很漂亮齁 對啊 喔 好像很不明的喔 對 好像很不明的來欸 我們這邊的招牌 滷味的話 就是我們的乳大腸啊 現在日本流行的 摩滋鍋 其實台灣的大腸已經有很長的一段歷史了 這個摩滋鍋啊 是少說日本會吃腸子的 但是我也不敢吃日本的摩滋鍋 日本大多是用牛腸 也有豬腸 更稀有的還可以看到雞腸喔 哇 好漂亮 哇 好吃 乾杯 哇 哇 裡面有蝦仁欸 對啊 好大喔 嗯 很fure 嗯 你好fure 嗯 你好fure 蝦仁很...很爽 我才想說 對欸 日本確實是沒有燙青菜 只有生菜沙拉這樣子 小時候在日本 也會跟媽媽一起在家裡做水餃 那就是做成煎餃師 那我也是來台灣人 才發現 有人來水餃也可以這麼好吃 我們全家人啊 都一起在這邊 這是第三代 所以像我們在傳統市場啊 就是服務一些長輩 在網路上 年輕人 還有長輩呢 我們都可以一同的服務 我們要推廣傳統市場 我們一定要加入一些新的元素 然後新的方向 欸欸 聽來這是什麼東西啊 這說是黃金果 都沒聽過欸 我是有看過 但是沒有吃過 喔 你有看過喔 對啊 它說裡面都是膠質 喔 裡面是膠質喔 對 耶 得到黃金果了 黃金果GAT 這裡竟然還有二樓 真的跟傳統市場不一樣欸 好像很多好吃的 我們上去看看吧 好 好 日本有類似湯圓的東西 叫シラダマ 不過只有甜的口味沒有鮮的 我每次跟媽媽出來 都會點一大桌 我們桌子又滿了 超多東西的 對啊 想出就要及時了 湯圓是客家有名的料理咧 喔 鹹湯圓 對 這邊可以選就是 這樣子沒有肉的 沒有肉 它這個素的湯圓 裡面沒有包肉 但是它外面有放肉跟香菇 還有青菜 喔 這個是裡面有鮮肉的 台灣人可能奇異為常 可是對日本人來說 是很驚豔的東西唷 一人 羊顏美容 耶 所以這是北投市場 喔 看這個 喔 到了 這一家是老牌滷味欸 跟巷口滷味不一樣 我們鼎立滷味 最特別的就是我們的辣椒 辣椒的話都是我們自己炒 那我們是特別用香油去調配它的那個 那個 然後最主要是我們家的滷味呢 是用那個 黑龍的硬油 加香菇樹蠔油下去調製的 所以搭配起來的話呢 我們的滷味真的很清淨 這個不是最愛的嗎 好 我們家的滷味 冰過之後 越冰越好吃喔 感覺日本料理會用滷的不多 但來到台灣後 發現從青菜到牛羊雞豬 都可以用滷的耶 那我就吃 剛剛我媽提醒我要買的豬血糕 欸 蠻在耳朵 好 剩一個地點 對 在這裡是哪裡 這是 吉林市場 喔 從這邊進去 對 好 燒辣在日本料理文化中 是沒有類似的菜色 當日本人吃到這樣子的脆皮 會為之瘋狂 好多汁喔 哇 油油亮亮的 超多汁 這家也是金獎名店耶 你怎麼都會知道這些金獎片 對 因為新聞很報導 然後臉書懷懷 就想說不然來吃看看 欸對啊 你每次看什麼新聞報導 或是臉書懷懷有沒有 就說欸 我們馬上去吃 最新資訊都比年輕人還要知道很誇張 好吃 好玩的 現在新聞很誇張 好 請問有什麼可以推薦給我們 我們今天是 這一種金獎 得獎 喔 是這個 這個 這個是 鹽水雞 喔 這個是熏雞 熏雞 看它這個很酥 感覺很酥 很酥 很脆 而且我這臉還好得喔 我這臉這個 這臉這個 這是活動 整個東西都有 那個酥酒 什麼都碰到 好 好 那老闆娘推薦我們再來點餐 對不對 對啊 用中華刀豪邁的剁肉 對日本人來說也是很驚奇的 骨頭皮的肉也好厚 對啊 它這顏色很漂亮 有起來顏色很漂亮 看起來就很好吃 老闆讓我們試吃人生出場的豬頭皮 很白香的 嗯 然後難怪會走假 他們的滷味真的很夠味 我以為我不敢吃 結果真的可以吃耶 從今以後就愛上它了 好 好 哇 超級嫩的很水 水嫩水嫩 的感覺 嗯 嗯 很好吃 耶 嘿嘿 我們要大豐收了 真的真的好 我們去跳去下一個地方 好 耶 很可愛 啊 哩 欸 送給你 premrose 欸 生意很好 說實 耶 終於買到了 哇 好像 他們這邊的是藍部位 終於買到了耶 不曉得是不是都是這個新鮮的去爐的 耶 那這裡是哪裡 是藍門市場 喔 也是第一次來 對 一定是新建的 喔 是喔 難怪這麼現代的感覺 之前是舊的 現在是在改修 哇 後面有人去 忍氣了 這裡很漂亮耶 對啊 都一格一格的 這根本就不一樣的傳統市場 跟百貨公司一樣 食料會緊張了 喔 是這個喔 跟上一家一樣是豬腳 不過有加入甜味的冰糖 這種鹹加甜的方式 日本人最喜歡了 像是日本常見的家庭料理 燒燒啊 壽喜燒啊 都是鹹甜膠汁的美味 好 開動開動 那我先吃一個看看 嗯 調香菇好脆喔 超級美味 來吃吃看這個紅油炒熟 超級香的 我其實超級愛台灣的紅油炒熟 嗯 嗯 好好吃 很嫩 很嫩 很嫩嗎 很嫩嗎 很嫩 超嫩的耶 超嫩的耶 真的耶 筷子一下去就斷了 欸這裡是已經是最後一家了 但是我們還是吃完了 都吃光光喔 很好吃 那這個我們就打包 台灣有打包文化嘛 就是吃剩的啊 然後吃到一半 就想回家享用 吃不下都可以再回去 去吃個分呼吸 那剛才這個打包文化 我覺得真的很好 對 因為就是也不浪費食物 然後我想回家好好享用 慢慢享用也都可以吃 然後當我的小黃瓜 你不知道拍Youtube要花這麼多時間對不對 光是明天跑這麼多地方就超不Youtuber的 對耶 不過我們今天連續跑了這麼多市場啊 好像跑變了整個台灣一樣耶 那我們從吃來認識一個地方 而傳統市場也是在地料理的一個啟蒙 那所以啊就是今天吃這麼多市場 然後品嘗台灣海對肺部做的體驗 今天謝謝你啦 謝謝你啦 不過呢回家吃媽媽的味道 應該也是認識台灣文化的好方法吧 你吃吧你還想要回家再吃嗎 麻煩幫我們按讚留言分享喔 那希望大家看了我們的影片 也有想要來這個傳統市場 下一集 好你講好了 下一集再見 下一集再見 拜拜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